看今天我们巴里空天气特别的好 然后蓝天白云 然后这边雪都已经开始化了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雪化的快一点 在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下雨 下雨的话就是夏天草也就茂盛了 我们戈壁周围的这些草就会好很多 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 就房子旁边给围起来 就不会有一些别人家的牛啊 或者我们自己家的牛 然后在院子里面 小黄你这干啥 啃骨头 看之前我的小黄狗不是嘴巴烂了吗 它现在已经好了 就是之前我爸妈说不用担心 然后它这嘴巴上这就只留下一道疤了 现在已经完全愈合了 屋子里面就挺暖和的 你们又在吃我妈妈吗 我爸跟我妈专门坐到这儿 然后把这个骨头给它就是清理干净 这是牛骨头 然后我爸那个取的也是牛骨头 然后要把这些骨头上的肉给它取下来 就后面我们可以放到茶里面吃 或者就是炒菜的时候可以把肉放进去我们一块吃 这是前两天煮的肉 谢谢 是啊 我妈妈说我们就是把这个骨头吃得非常干净的话 第一呢是就是为了不浪费 第二呢就是也会说你把这个骨头啃干净了 你会成为一个有钱的有财富的人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挺有道理的 只要你不去浪费任何事情 你都就是做得利利缩缩的 然后也确实挺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男孩子 就是把这个骨头啃干净了 就说以后娶的媳妇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把这个骨头给撬开 这个就是这个骨髓 就我爸也吃 我妈也吃 我们经常就是把这个骨头里面的骨髓这样取下来 然后就吃 看这个就是骨髓 可能很多人说吃着就特别腻 但是我们从小就已经吃习惯了 感觉一点都不腻 然后每次我们就吃肉啊 或者是搞一些仪式 就留下的骨头比较多 然后没吃完没啃干净的 我妈都会专门跟我爸坐到一块边聊天 然后边把这个骨头上的肉就给他切下来了 我爸说以前他啃骨头啃得很干净 所以媳妇很漂亮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 谢谢